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这是宣传话 对吧 其实呢 我们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功课院校 这是我的寝室 然后呢 我们这个寝室最大的特点啊 就是大家的感情特别好 这个感情不是你们想象的那个样子啊 这是纯纯的兄弟感情 感情好到这位哥们现在还欠着我的钱 我都没有去找他要 那么说到感情 大家刚才主持人所讲的 大家有共同的一个体会 那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对母校有感情 这种感情很大的一个部分 来自于同学 有很小的一部分 来自于比较个别的几位老师 而和学校本身的感情到底是什么呢 似乎看不到太多 在我毕业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就很想知道 为什么会这样 我投入了四年的时间 我又投入了两年的时间 为什么对这个学校我们有感情 能不能改变这个事情 于是我就留校了 对吧 身不入虎却焉得虎子 那么留校以后呢 我就开始努力的 想让自己成为一个 能让学生毕业以后 依然记得的老师 这是我所有工作做的 唯一的一个目的 那么为了做到这一点 很典型的 就是得上好课 把课真正的上好 真正的教导同学 有价值 有意义的知识 这是核心嘛 对吧 然后呢 我呢 不是太甘于平平淡淡的 我就想说 能不能我的课堂上很活跃 大家很互动 所以我在上课的时候 经常就会向学生提问 那么其实最常问的问题 也是一个很简单的 就是我 讲完一样东西之后 问大家 同学们 听懂了吗 通常只有那么 星星点几个同学 会 嗯嗯点点头 其他人 鸦雀无声 一次这样 两次这样 三次这样 四次这样 四次都是这样 哦 我当时真觉得 好失败啊 这个 我完全无法做到想象的那个样子 直到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那次呢 我犯了一个错误 什么错误呢 我讲完之后 我问同学们 同学们 那个没听懂的 举下手好吗 一瞬间 大家就全都听懂了 没有一个人举手 其实他们懂还是没懂 这不是事情的根本的关键 根本的关键在于说 同学们是没有花心思 想努力的去跟老师创造一个化学的光电的反应 在课堂上一起去往前学习 为什么会如此 这个事情我也想了很久 直到有那么一年 我找到了答案 那一年呢 我是给在职的工程硕士班去上课 就是一些可能跟你一样已经有了工作 只是还想再回到学校学习 于是报了工程硕士 这样一个班级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就把我吓到了 我当我站在那里 没说几句话的时候 同学就开始提问了 整个行课 我不是在讲课 我是在答辩 每一个同学 眼睛都喷着火 冲着我呼呼呼的烧了过来 就像把我要整个的蒸干 把我所有一切都蒸发出来 他们在吸收进去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下课之后我大汗淋漓 我没见过这样的课堂 我没见过这样的学生 这就是我想要的 但是 为什么只在工程硕士班 发生这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这样子 仔细一想 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工作过的人 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才知道学习的目的是什么 才会对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倍加珍惜 而在学校里面 一直一步一步升学学上来的人 从来不觉得学习资源是宝贵的 也从来不知道自己学习 真的是为了什么 似乎只是那个毕业证 似乎只是一个学分仅此而已 所以说终身学习这件事情 对这个世界来说是很重要的 我们应该有一个能让所有的人 所有想学习的人 尤其在中国来说 毕业以后 在毕业在学校的时候 是大家天然的都是学的不带劲 毕业了以后才会后悔 说那时候没有好好的学习 我们要给这样的人提供 更多的好的学习的机会 这才行 但是呢 这需要很庞大的资源 而对我们的社会来说 终身学习的资源 是严重不够的 严重不够的 所以那时候我也在想说 哎呀我能不能用什么办法 这个自己主动的 这个上山下乡 跑到工况企业里面 去给大家讲课 哎呀这个也不现实 然后大学的围墙 座位就这么多 也不可能所有人都来 因此啊 很愁 但是一件事情 让我发现了说 哎可以不一样 什么事呢 就是网易公开课的出现 网易公开课出现的时候 就把国际名校 斯坦福 哈佛 耶鲁 这些大学里的课程 一下子都搬到了网上 第一瞬间 我看见 哦原来可以这么做 这个样子实现教育 这不就是资源极大的丰富 然后每个人 随时都可以学习了吗 啊我非常看好 网易公开课 然后我也去学 也向周围宣传 刚才都来学习啊 学公开课 但是学着学着我发现说 不对 确实不对 网易公开课呢 很好 但它真不能叫教育 是这么说呢 因为啊 它只能够解决一个 你学到的问题 它解决不到 解决不了 你学会的问题 想学会一件事情 绝不是听课就可以解决的 就是这个样子 而它只解决了听课 对于学他人来说 永远是一个旁听生的身份 甚至很多人 也只是一日的旁听生 那么怎么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其实我就想象是认为说 互联网的威力不仅如此 因此啊 那时候我做了一些 很多个互联网教育相关结合的实验 在我的课里做实验 举例子来说啊 我也很简单 没什么复杂度的 拼凑了一些开源软件 搭了一个编程题 自重批作业的这么一个功能 就是说学生 喜欢我的编程题的作业 到晚上一提交 马上就能得到成绩 好像平淡无奇 做他的初衷呢 其实是我想偷懒 我懒得批作业 但是他达到的效果是什么样呢 我的学生的平均分 自从使用了这个东西以后啊 网纪的学生平均分 是70分左右 而这个功能用了以后 平均分上升到了90分 为什么会如此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啊 但是道理其实原因很简单 就是说 因为每个人在做作业的时候 他把作业一提交 马上就知道了成绩 这个成绩看不对劲 分低 改改改 交交交 改改改 交交交 改改改交交交 直到拿到满分为止 所有的人作业都是几乎满分的状态 那么最后的成绩 怎么会不高呢 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 所以这个事情让我看出来了 互联网真正对教育的力量是在哪里 是他改变了一个传统教育里 根深蒂固的一件事情 就是在传统教育里面 学生是要跟着老师的步调走的 你老师的一步没跟住 对不起 你没有机会了 你就已经掉队了 后面你再也跟不上了 不管是学习 上课听课还是作业 而互联网的模式下 每个人是可以自主的 是可以自主的 按照自己的步调 往前去推进 所以每个人是能够获得 真的达到那种高分数 优秀的这样的机会的 这是互联网的力量之所在 那我就很想说 把我的这个景点能够尽量的推广 就是到处都用 哎呀这个简直美得不得了 然后呢我就想 怎么能做到 有一天 一个新的东西出现了 这个东西的名字叫做Moke 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 它是由哈佛特赛佛的几个学校 那些里面的教授 他们以创业啊 各种方式来传起了一个东西 简单来说 它就是把国际名校上里面 名教授的那些非常好的课程 以免费的形式放到网上 不仅有授课的视频 而且有完整的测验 作业 考试 在网上 老师和同学之间 会进行线上的讨论 你问一个问题 哈佛的教授 就会给你一个解答 最后 如果你的成绩好 还能拿到他亲笔签名的证书 这就是Moke这种模式 当看到这个模式的时候 我就哭了 我说 哦天哪 这不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吗 我一定要做一个Moke 做中国最牛逼的Moke 我一定要把我的课改成Moke 但是一个同事的 那个一个反应啊 让我这个 产生点不同的变化 这个同事是这样子的 他是这样说 哦 Moke来了 那么牛逼的老师 讲课讲得那么好 比我讲得好得多了 以后学校里我这课呀 没法上了 当时我的反觉是这样的 我靠你 他妈也有今天 于是 那个时候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就能说 我不能按一说 我做一门Moke这么简单 我应该趁这个伟大的机会 从学校跑出来 我要去做Moke的平台 我要建一个Moke的平台 让中国最好的老师 在上面尽情地表演 把最好的中国的教学资源 广泛地传播出去 因此 我就从学校离开 然后因缘巧合 到了网易 加入了网易公开课的团队 我们一起摸爬滚打 一起做各种各样的专业 一起去推动 然后呢 终于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做了这个东西 叫做中国大学Moke 这是我们和教育部 合作的一个项目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这个项目上线的第一天 上线的第一天 那天早晨呢 我早早地就到了公司 然后呢 还没等坐稳的时候 电话就响了 我接起电话来的时候呢 就有一个比较沧桑的一个声音吧 他是这样说的 您好 请问是中国大学MOC吗 我说是啊是啊是啊 他说 哦 我看你这个上面有一门课 叫做大学计算机基础 我非常想学习计算机 但我从来没上过大学 这门课我能学懂吗 我说可以啊 这门课就是大学里面第一门基础课 面向的就是说高中水平的人就可以学会的 说哦 那太好了 不过呢 我和爱人都想学 但我俩呢 已经都快60岁了 我们真的学得好了吗 当然我要狠狠地鼓励一番 然后呢 最后电话挂下了 挂下电话之后 我愣了好久好久好久 那个时候的我一个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 假如现在地震楼塌 我死掉了 我没有任何遗憾 谢谢大家 那么 中文大学默克这件事情 也真的很出乎我们意料地 迅速地获得了大量的支持 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就有这么多大学在我们的上面开课 它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985的高校 这些学校里面 有很多在学校里折服了多年的那些老师 老教授他们把自己一生在教学上的积累 在这一个时刻迸发出来 他们的热情是相当相当恐怖的 比如说50岁的老教授 跑到网上天天晚上给学生挥帖子 而且还学会了卖萌 这么多学校这么多老师努力之下 很快我们的课程就蓬勃地发展 数量变得很巨大 而且有一天我画了这样的一幅图 这是我亲手画的 我就是把我们网站上跟计算机相关的课程 我都列出来 然后连连线就说互相之间哪个是哪个先修课 连成这个图的一刻 我突然间发现 我们改变了世界 我们和这些老师一起 创造了一个完整的 在网上的计算机系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人 不管你以前怎么样 你什么专业上不上过大学 来到这里 从中间计算机专业导论开始 就顺着线去学 到最后 你就可以把整个大学计算机的本科 所有的课程 最核心的都修完 而且这些老师 是集结了全国的高校里面 最好老师的力量 我说 他整体的质量 是超过中国 绝对90%以上 大学里本科教育的效果的 资源好丰富 而且随着时间增长 相信在其他的学科 也会逐渐逐渐出现这样的情况 真的很让人开心 对吧 但是呢 他也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互联网有个天生的属性 就是说 他带来了很多的信息的流动 带来了信息的大传的传播 然后造成了信息的爆炸 于是筛选变得困难了 也就是说 我们资源太多了 但是资源变多了 给很多人带来了选择的恐惧症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要提到一个方法 叫做自适应式学习 为什么选择难呢 其实在以前我都认为说 比如说 一门课 清华大学某教授 是国际上最权威的 他来讲这个课 这就是最牛逼的了 没有比他讲得更好的了 但是实际上 在我们网上开下来之后 就发现说 情况并非如此 每个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出发点 自己不同的兴趣爱好 每一门课 在学生评价里面 都是有高有低有平淡 这是一个天然不同的状态 所以我们必须都有办法 能够把学生最适合他的课程 进入他的面前 这才是教育的最好的效果 所以我们就发现了一个 新的一个学科叫做自适应式学习 这个东西其实发展很久了 在这个教育新计划领域里面 已经发展很久了 理论方法都比较完备 都比较完备了 它的一个基本的思路就是这样子 通过对这个学生的 以前的学习行为的分析 就可以知道他的兴趣 他的爱好 他接受能力强弱 他是喜欢归纳 还是喜欢演艺 他是喜欢白发苍苍的老师 还是喜欢青春靓丽的老师 他是喜欢风气幽默的 还是严肃认真的 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 基于这些 我们再来看 我们的海量的课程里面 那些课程的片段 哪些片段是符合他当前 最符合他的需求和他的特点 把这个对接起来 这就可以形成每一个人独特的 个性化的一个学习的方案 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 个性化的 都是最适合你的 这就是自适应式学习 那么这其实就是未来教育的 预待的核心的理念 那么这一步呢 现在只能提出来 其实尽管说理论方法研究已经比较充分了 但是目前还做不到 为什么做不到 原因很简单 前面说了你要分析这个人的很多很多的数据 要训练 这也就是叫什么 大数据 很流行的一个东西 但是现在在教育的领域里面 数据本身的量还不足够大 还不足以 去支撑 这个自适应式学习的模型的 整个的验证和设计 因此啊 在这里面大家提供倡议 我们可以尽量到网上去学习 学习Mock 这个学习的过程 你不仅自己能够获得 而且你能向大数据 这个数据仓库里面 添砖加瓦 你提供的数据 会对未来的人 带来很大很大的帮助 我很希望有一天 我们的中国大学Mock 上面资源极大的丰富 我们可以覆盖很多很多的院系 这个时候我们就从中国大学Mock 变成了中国Mock大学 而当我们的教学的方法 教学的理念 我们所有的一切 包括资生学习等等 进行更广泛的传播和应用 我们可以渗透到中学 小学幼儿园 我们可以渗透到职业教育 成人教育 渗透到生活中 工作中任何一个 跟教育相关的领域里面 这个时候 我们就从中国Mock大学 变成了中国Mock学校 这就是未来的学校 谢谢大家